城市和文明有什么关系? 这是玛雅文明的金字塔神庙 最有名的叫做琪琪衣裳 查文文明 玛雅文明 奥尔雷克文明 萨波特克文明 终于把衣服洗干净了 有些地区因为有着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 是合发展农业和畜牧业 自然而然成为古文明的发源地 Roll, roll, roll by roll, gently down the stream Merr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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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 is by a dream 大家干完活之后,可以来吃饭了 这是埃及的金字塔 这是希腊的神庙 最有名的是帕德内神庙 波斯帝国是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城市是从文明诞生而来 而文明是伴随着城市发展起来的 当人类从事农耕寻养动物 人口集中居住在一起 慢慢形成聚落 并且发展出文化和经济 这时候就会形成城市 同时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 而和临近地区有商业的往来活动 文明就出现了 文明就出现了 由莫支带传中提供 文明词 不同带传中